中共的司法与新闻宣传 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习近平 特别重视中共的宣传 导致中共的宣传 呈现一种混乱的局面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中共及其控制下的 中国官方宣传的混乱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就连习近平当局也在抱怨 眼下中国官方的宣传 有所谓的低级红 高级黑的乱象和歪风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从来没有明确举例说明 究竟什么叫低级红 究竟什么叫高级黑 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 中共当局所谓的低级红 高级黑 是指有人打着中共的名义 或打着支持中共政权的名义 宣讲中共提出的口号 来给中共难堪 使中共陷入一种 难以自拔的狼狈境地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 和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 眼下最好玩的 疑似低级红 高级黑的案例是 习近平前脚刚刚发表 非常严肃认真地讲话 声言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绝不能走西方宪政 三权鼎立 司法独立的路子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后脚就发表 非常严肃认真地声明 强烈谴责加拿大 在处理中国电信企业巨头 华为公司财务总管 孟晚舟案件的问题上 未能遵循法治原则 司法独立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 发表截然相反的声明 导致许多批评者说 这是中共撒谎 耍无赖 精神分裂的明显表现 可能也是一种低级红 高级黑 只是人们现在拿不准 究竟谁低级 谁高级 谁红谁黑 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 陈有苗 对美国之音表示 批评者发出这样的批评 显然是不了解 长久以来的中国国情 也就是 中共当局所说的中国特色 因为中共历来对内 对外两套话语 陈有苗说 中共的内政和外交 是没法打通的 在外交上 他以国际惯例 国际法 来要求别人 但他不拿国际法 来要求自己 他甚至把国际法的一些学者 都废掉了 把国际法的一些专业 都废掉了 他总是拿法律 来捆绑别人的 不是来捆绑自己的 国际法 国际惯例 都是这样的 观察家们注意到 除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 中国官方的宣传显示出 习近平和他手下的人 显然是在相互低级红 高级黑之外 在新闻独立和自由问题上 中共的宣传 也有这种乱套现象 一方面是 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 高调强调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必须信党 即必须听从中共的指令 另一方面则是 中共及其政府 在美国办的 中国国际电视台 新闻频道北美分台公司 对美国司法部庄严宣告 该公司享有 不受任何国家指导 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 对中共的这种话语矛盾 和不同的话语 显然是相互低级红 高级黑的现象 应当怎么看 中国的历史学者 张立凡说 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现象 而中共的一贯做法 张立凡说 你看他1940年代的时候 也讲新民主主义宪政 也要实行三民主义 也要实行美国总统罗斯福 提出的四大自由 林肯总统的名有 明智 明想 要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 这些话 都是信誓旦旦 是中共的领导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的 后来不都变了吗 本来1949年说 是要成立联合政府 也要实行普选 由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都没有实现了 我觉得就是 说一套 做一套 张立凡说 中共的宣传目前 之所以让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 觉得乱得不行 可笑得不行 之所以出现中共所谓的 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 中共主导宣传的人有问题 他说 主要还是缺智商 可就说 他不懂得怎么自圆其说 所以 他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可是忘了 你是谁 在中共及其掌控下的宣传乱象叠起 中共领导层也在抱怨 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之际 中国许多网民 把中共相互矛盾的新闻宣传 粘贴在一起 声言新闻不能连起来看 并要求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 予以解释 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 对中国公众的这种要求和调侃 保持了沉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东美贸易战 让厉害国都不提自信了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3月7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报道 中国第13届人大第二次会议 周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序幕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按照惯例 在人大开幕的第一天 在会上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公布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指标 以及多项刺激经济的措施 包括减税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更宽松的经济政策等 那么 李克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同以往相对比 有何不同 报告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我们请法国巴黎塞尔奇 李克强受到冷落 您怎么看 张伦表示 李克强是老熟人了 他过去身体曾经出现过一些小问题 但是相信自从担任总理之后 他的身体应该调养得很好了 如果身体有问题 或许是由于精神上的压力 过去我们曾经说过 所谓习理体制 现在看来习理早已不存在 主要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李克强这些年过得比较窝火 这是肯定的 政权也不在他手里 他只能尽可能的维护他的权利 所以 这一切在公共场合 有可能会通过身体语言 而有所流露 记者接着说 中国官方似乎也无意对此加以掩饰 张伦说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习近平去年修宪 获得终身制 独揽大权之后 早已毫不掩饰 这一点 只要浏览一下官媒人民日报 习近平的出境率就一览无遗 记者询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最引人关注的 应该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 突然不提了 这是为了做给美国人看呢 还是北京真的要有所调整 张伦表示 这当然是做样子的 中国政府肯定不会放弃 2025中国制造计划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必须对美国人做出姿态 中国网民可能不太明白 中国发展自己的科技 爱美国人啥事 其实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科技 这本身并没有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中国以国家的实力 来大规模的推动开发 给企业余巨额补贴 这就是中国企业 同西方展开不公平竞争 这是美方比较诟病的地方 另外 中国今天的模式 有些地方令人联想起 德国第三帝国时代 所以引发西方人的警惕 因为他们有前车之鉴 担心国际产业政策 未来会引发新的冲突 其实 既然中国认同全球化 却为何必须建设自己的体系 什么都要自己生产 这就是这套哲学 为什么会引发担忧的原因 虽然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上 并未提到中国制造2025 但我相信 中国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 继续推进 只不过是换一个方式而已 记者问 李克强在报告中 提出多项刺激经济的措施 包括减税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更宽松的经济政策等 您觉得这些措施 可以推动中国经济 走上正确的方向吗 张伦回答 我觉得 这些措施是非常糟糕的 显示中国再度进入了 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传统的 以投资来带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 已经难以为继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几年来 北京提出供给侧改革 结构性改革等等 但是 由于中国经济的 结构性原因 中国经济发展 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之上 而消费 却迟迟难以启动 一削减 就导致经济下滑 由此导致就业问题 所以为了维持经济增长 又把老方子拿出使用 投资基础建设 当然有可能在短期内 产生效果 但是从长远来看 是杀鸡取卵 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 是极其不利的 记者说 您刚才提到 近几年 北京经常强调 供给侧改革问题 这些今天似乎都不再提了 张伦表示 也不是不提 但确实很少提起 因为最近中国经济 又回到了老路上来 也就是印钞票 刺激经济 在中美贸易战 以及中国经济 严峻恶化的压力下 习近平正在做180度的大转弯 现在开始安抚民营企业 各地都在紧急动员 安抚民营企业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调整 一年前的今天 习近平曾经意气风发 一年之后 却风光不再 除了中国制造2025之外 还有一些说法 今天也不提了 例如自信等等 为什么原来自信 今天却又不自信了呢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一打 把中国所谓厉害国的弱点 展露无遗 中国的体制问题不解决 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 就不会消失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孟晚舟引渡站牵扯华为命运 与美中关系走势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3月7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加拿大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今天举行 就在加拿大司法部上星期五批准这次引渡听证会的当天 孟晚舟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她的宪法权益 而今年1月美国公布针对华为其若干子公司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全面指控 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化身 那么孟晚舟的引渡站将如何见分晓 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的命运 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如影随形 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里 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表示 孟晚舟律师团队起诉加拿大政府部门有两个目的 第一他们想利用这个诉讼程序进行拖延 中美贸易战背景之下 华为事件引起中美加三国高度重视 再加上特朗普总统令人难以预测的态度 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许会发生一些对华为有利的变化 第二加拿大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 司法独立 这个起诉从法律角度来说确实可以立案 而且他一旦胜诉或部分胜诉对于他是否被引渡 以及引渡之后在美国的受审都有利 滕彪表示中国政府经常有前后矛盾的表态 比如他们一方面说中国坚决不搞司法独立 但另一方面又表示希望加拿大尊重司法独立 这些矛盾的说法恰恰表明 孟晚舟事件折射出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与法治 政治压倒一切 滕彪表示 之前中兴差点被掐死 但特朗普在最后时刻救了中兴一命 但在华为案上这种可能不大 针对华为的调查从2010年就开始了 而且现在除了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也都发现了华为的一些问题 有些国家也开始拒用华为设备 另外华为事件涉及到商业秘密窃取等间谍活动也涉及妨害司法 比如他向伊朗和叙利亚提供违禁设备和技术 这些事都不是罚款可以解决的 中美贸易战已经超出了经贸范围 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在多方面上的对抗 再者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有多方面分歧 但在对中国政策上分歧很小 都希望对中国更强硬些 对于中国政府针对华为事件的各种动作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 第一中国政府对美加两国政府的指控比较空洞 他认为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配合逮捕并引渡孟晚舟是政治操控 他在还未看到司法文件的情况下 就进行没有法律依据的指责 这种态度耐人寻味 第二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反而坐实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与华为关系的猜测 西方国家每年都有针对中国公司的诉讼案件在进行 但中国政府很有少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保护他们 第三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拿加拿大公民开刀问斩 被广泛认为是报复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案件上对美国的配合 但这其实无助于解决问题 加拿大司法独立对加拿大政府如此施压 没啥用处 这三点归为一点就是中国政府不太懂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 谈到特朗普总统对华为事件进展的影响 王军涛表示预测特朗普总统的态度是很难的事情 在处理争议问题时 他虽然态度强势 但在最后的处理上又非常灵活 现在特朗普总统几乎把所有中美间的争议问题都绑在贸易谈判上 在他的这盘大旗中 华为公司的命运或许在他看来是一个可以为了美国更大利益 而做妥协的筹码 但妥协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 特朗普已经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现在西方世界终于开始正式 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国的崛起 会给自由民主世界带来什么威胁 另外 即便特朗普总统个人做出一些决定 美国作为司法独立的国家 华为案的进展也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王军涛表示 能发财的中国公司都必须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即便这些公司是在中共计划外自发成长出来的 他们若要得到资金和各种发展条件 但也得有地方政府甚至是某些中共家族势力的支持 才能得到大的发展机会 第二阶段 中国政府考虑自己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或考虑强占技术领先 也要对科技公司进行扶持 提供各种外交帮助和资金支持 以便其得到飞跃式发展 第三阶段 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凭借5G技术在全球扩张之后 就得服务于政府的需要 比如窃取情报和进行监视活动 即使现在还没发生 以后中国政府若让它这么做 任正非也不敢不做 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 华为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 但这也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尴尬之处 一方面他们想做大自己也想做的独立些 少受中共控制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 若离开中共的支持 他们的公司也没法得到大发展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及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 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